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午安 那冬月老师在这预祝各位新年快乐 都已经封关了 那在来年都能够支支涨停板 我是说做多了 那如果做空呢 也能支支跌停板 因为今天涨停的加速也有 是跌停的加速也有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盘 那今天大盘开盘就等于收盘了 所以几乎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几乎就是一条线 一条线反映国际股市 因为终于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国家还敢逆势撑盘 这两天你可能都听到 我们的主管器官出来讲话了 这个嘛 国际股市涨多了 回档是自然的 眼光要放远放长一点 所以我们都开红盘再见了 所以冬月老师也是先在这边提醒 但是我们还是要言归正传整个大盘来讲 我记得上礼拜来跟各位讲说 我们已经瀕临到一个什么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地方盘了多久 盘了20天 所以我告诉你说 二月是风险非常大的 所以不用到了二月 国际就在干什么 刮狂风暴雨对不对 刮了这阵狂风暴雨的时候 道琼大跌 德国大跌 欧美股市大跌 当然影响到了国际股市 所有人都很害怕了 所以呢盘面上今天就把这20天的一个什么 盘整区跌破了 所以你也不用看 就技术现行上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冬月老师还记得跟各位说过 我说过二月份其实法人的政策 策略早就出来了 他的策略呢 上档在这个地方 讲很久 所以这个地方一直压力存在 没有过去过 但是呢下档在哪里 我们也跟各位讲说 几乎在二月份的 二月份的月选择权身上 卖权都集中在8300点附近 所以今天搜的这个位置呢 真的是好尴尬 因为他距离下档还有100多点 但是呢 他在上面呢 也有层层一个压力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就告诉各位了 买好股好赚 那个好赚钱 对不对 所以该买的早就买了呢 那该推出观望的 叫你这两天调整持股的人 就请调整持股 那开红盘之后不用预期太多 他还在这个轨道里头 所以这个地方 虽然这个大盘今天一根长黑 除非你跟我讲说 美国真的就跳楼醉 连续这个样子 否则的话 台湾来讲 就纯粹而言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道 应该讲这个黑黑的地方 这个长虹上来的地方 有第一道的一个支撑 那区间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讲到同样的一句话 贴近支撑有没有 不要乱杀股票 但是呢 净压力这个关卡 一定要让别人来突破 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封关日 对于老师就简洁的告诉各位说 祝各位只要什么新年快乐 小赌移情大赌伤身 所以我赌赌是可以的 不要玩疯了 记得礼拜三回来 因为礼拜三对于老师一大早 就要去三立陪各位什么 看开盘 那开盘的话 除非有大变化 来讲的话 我刚刚的线路图 还要再打来给各位看一下 要是不小心 今天美国股市 就在我们这个时间以内 风平浪静 阿根廷也不要再贬值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钱也舒缓掉了 最好中国大陆股市还小黑黑 因为你可以发现 只要中国大陆股市红 美股就不会红了 所以为了要让美股红 你才会安心的话 那你就要祈祷中国股市 不要太大的红 然后呢 你在下个礼拜 在下个礼拜来 开红盘的时候 你才可以有预期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空方压力 就算是要回补 它依然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大的压力 所以我还是讨厌一句话 个股的表现跟大盘表现不一样 我们有一档个股 之前介绍给各位的 只差两块钱就要 又要创新高了 可是大盘却是破底的走势 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的 你要买对个股 那待会在你问我答的阶段里头 我们就会强调的非常清楚 因为有两个 应该有两个投资朋友 问的这个股票呢 其实都算是去年来讲的 一个弱势族群 却在今年似乎有一点点的一个转机 那这个转机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影响 然后到你年后到底能不能买 本来对于老师判断的是以为不能 是问到是现在要不要报股 我发现几乎都在问年后 既然问到年后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叫做 你问我答的时间 我再来回答各位 那足够的投资朋友 新年快乐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